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孩子的名字要叫做耶稣 因为他将拯救人们脱离罪恶 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了上帝对人类的无尽的慈爱和宽恕 耶稣降生就是为了我们的罪属罪 为我们开启了与上帝和好的道路 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深厚 尽管我们都犯了错 但上帝却赤下祂独生子 为我们带来的救恩救赎之恩 在这个孩子里有着无限的慈爱和怜悯 使我们有机会的重新与上帝的建立亲密的关系 弟兄姐妹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应该体现上帝的色罪之恩典 正如他宽恕我们的过犯一样 我们也要学会宽恕他人 当我们面对挫折犯错或以人发生冲突时 要记得耶稣的榜样 以慈悲和宽恕的心态面对 同时我们也要在色罪的恩典中 找到力量去改变自己 耶稣的降生给了我们重生的机会 让我们能够透过信仰和顺服 埋向了更加圣洁的生活 让我们以感恩的心 体会上帝的慈爱 并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传扬这份恩典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这次分享中 能够思考上帝对我们的恩典 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活出这份恩典 彼此的宽恕 爱护 并且在基督里找到真正的平安与喜乐 愿主的祝福长与你们同在 Amen 弟兄姐妹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 我们感谢你 赐下耶稣基督 为我们带来了色罪的恩典 求你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能够活出这份恩典 彼此的宽恕 爱护 并在信仰中能够成长 愿你的平安与喜乐 藏在我们心中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Amen 弟兄姐妹 愿上帝祝福你们 一个丰富的圣诞节 Amen